市長柯文哲與星光仁壽董事長潘伯真率領嘉賓們上香祈福 祈求開工順利 南港轉運站BOT案11月4號舉行開工祈福典禮 全案基地面積約1479坪 將興建地下四層、地上十九層轉運站即上半大樓 預計114年完工 未來將成為東區門戶計畫中重要的交通轉運核心 那這個地方會是將來台灣生技產業的研發地方 從中原院、國家生技研究院、國家的動物實驗中心 還有我們的南港生技大樓 大概到明年就會完工可以開放使用 所以將來這是一個我們生技產業的重鎮 旁邊還有衛福部跟食藥署 另外一個北部流行音樂中心 大概要到明年5月 大概POWSE才會開 因為現在還在改裝 所以整個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完全使用 到明年下半年才有辦法完全使用 那硬體建設的完成比較容易 裡面的那些軟體 包括演唱的節目 這個我們還在思考看看 那希望這個 北部流行音樂中心 可以變成華人世界最重要的流行音樂 因為我一直對這個流行音樂 具以厚望 因為齁 整個東亞地區齁 台灣還是 思想最自由的地方 那就是自由的思想是流行音樂的靈魂 所以其實大陸方面 投資很多潛在硬體 但是我認為流行音樂還是 台灣在未來的20年 還是有領先的機會 南港平蓋工廠 加上N24 我們在做Blockchain 這是我們新創產業的基地 最重要的一個 我們在這個地方蓋了六棟的這種社會住宅 最大的就是那個南港社會住宅 那個有1400戶 我是希望把它那個申請的條件 把它修成 事先給它修好 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上班的人才可以去抽籤 目的就是要減少交通動線 如果在這裡上班就住在這裡 才不會出現內服那個問題 因為每天要輸的人進去上班 再輸的人下班 所以那個交通很難改善 那麼 另外很多私人的大企業 還在這個地方設總部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很重要的產業聚落 不過這產業聚落一定要交通去把它撐起來 那這個地方台鐵、高鐵、捷運 會在這裡 那如果將來有一天高鐵要到宜蘭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地 不過台鐵、高鐵跟捷運 這屬於是比較地下的 地下的一個軌道運輸 現在就是說整個公路的運輸 我們就設定這個地方當作轉運站 所以將來從新北市的這種石門 萬里一直金山一直繞繞 基隆到宜蘭 將來如果要做高鐵一定來這裡做 所以這個會 我們台灣東北角這個地帶 大概有兩百萬人口 將來它的道路運輸會到這個轉運站來 然後再從這裡去做高鐵 如果要借我們台北市就做這個南港捷運站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相當有機會 那麼這個南港轉運站BOT案 預計114年完工 那將來完工以後 會讓南港的整個交通運輸更好 那交通是一切的根本 那相信這個很方便的運轉空間 會讓我們的東區門戶計畫更完整 所以我們慢慢再把東區門戶計畫的拼圖 一個一個再完成 南港轉運站BOT案 由新光仁壽新建樓板面積超過5萬平方公尺的 轉運站及商辦大樓 轉運站規劃於平面層 設有13席大客車停車位 由國光客運經營 並透過空橋及地下層 結合台鐵高鐵及捷運車站 打造成為往返基隆及宜花東地區的交通樞紐 我們這個基地 一共有1479坪 這個基地 我們將來最動 主要是因為 轉運站 能夠提供我們成績 運輸的轉運站 剛才我們大家講 抗市長也講得很清楚 往後 這個地方 錢力非常的雄厚 因為 從台北的轉運站 來到台北市政府轉運站 又來到這邊 南港轉運站 我們南港轉運站 也是跟 我們國道 公路運輸方面 最具優秀的國光客戶 來連結 因為最動 我們一共要 蓋地下四層樓 地上十九層 地下四層的部分 當然 地下二三四 都是停收到 地上十九層的部分 一到三層 就是國光客戶 來經營的轉運 這個業務 所以 這個地方 將來 應該是 我們東區門戶 在計畫裡面 我們柯市長也提到 這邊 公共設施已經非常的齊全 將來 在地下一樓 可以 有一個通道 可以跟台鐵 能夠地下街 能夠貫通 地上一二三樓 都有空橋 可以直接到台鐵 所以在整個運作 而且呢 國光客運 他們非常有經驗 在這個轉運的經營 相信大家都是 有目共睹 全案預計投入超過八十億元 七月期間內 預估可提供四千個 就業機會 後續市府將與新光人獸 攜手合作 讓台北東區門戶交通發展 再邁進一步 記者聯席會 台北報導 到